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大菠萝 对,没错,就是大菠萝 有粉丝朋友要求推荐一款Mac上的编辑码工具 要求像PC上的格式工厂一样支持非常多的格式 我推荐这款图标是个大菠萝的软件 它几乎支持所有常见的媒体格式 支持章节范围选择,外挂字幕,裁剪,缩放,去造,去灰 还可以在转码前预览最终的质量效果 可调节参数非常丰富 如果你不是专业用户 它内置的预售模板也完全够用了 还有最重要的,这颗大菠萝完全免费 而且同时支持Mac,PC和Linux操作系统 去官网下载和你操作系统对应的软件版本 这里我演示的是Mac版 下载到本地的是一个DMG的文件包 双击打开,把软件图标拖到应用程序的窗口中就完成了安装 下面我们来看如何使用 打开软件,点击左上角的打开源按钮 选择要转码的文件 也可以直接拖动媒体文件 扔到软件界面上 在预设菜单中选择一个格式模板 在下方修改确认输出的文件名称 右侧确认文件导出的存储位置 点击窗口上方的开始按钮 格式转换就开始了 下面我们再来学习进阶操作 如果导入的视频包含章节信息 可以在标题列表中选择要导出的章节范围 我之前有收集高清DVD和蓝光纪录片的习惯 就是使用这个软件的章节选择功能 可以分段的把视频扒下来做剪辑素材 没有章节信息的普通影片 也可以在范围菜单中切换控制单位到时间 选择秒或者帧 然后在右侧的时间输入框中 输入要截取范围的起始点 这样就可以只截取部分视频内容进行转码 官方内置的预设模板 如果不能满足你的格式转换需求 可以先在预设中选择一个和你的需求接近的格式模板 然后再根据需要修改 在尺寸页面中 可以调整和画面大小相关的参数 点击右上角的预览按钮 可以实时预览到修改结果 可以水平翻转画面 可以在四个方向上旋转画面 可以从任意四个方向的边缘裁剪画面 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画面到指定的分辨率 选择无就是不做缩放 保持原媒体的画面尺寸 在滤镜页面中 可以调整视频扫描模式和交错场 这两项主要针对之前的模拟和数字标签素材 还有基础的降噪功能 还可以转换色彩空间 在视频页面中 可以调节画面质量 先选择编码器 同样的画面质量 压缩比越高的编码标准 输出的文件体积越小 各编码器的详细介绍 可以去看官网的技术文档 拖动右侧滑块调整质量 滑块越向右 图像越清晰 文件体积越大 如果你习惯用比特率的方式来控制质量 可以在下方切换 输入比特率数值 针对多音轨的影片文件和DVD蓝光文件 可以在音频和字幕页面中 选择要输出哪一轨声音和字幕 例如原文件中包含多种语言的对白 可以选择只输出一种语言的声音和字幕 还可以在字幕页面中选择添加 类似SRT这类外挂字幕文件 这里要注意 内嵌字幕默认是可以在播放的时候 通过播放器来控制开关的 如果这里选择了烧入选项 字幕会压制在画面上就关不掉了 这里还有个小知识点 如果你下载到的影片蓝光文件 是真正的蓝光原始文件 没有经过其他第三方压缩 它的声音轨道中 对白音效和背景音乐 都是分开轨道保存的 你可以单独分离出你想用的部分 最后是章节页面 如果原媒体文件包含章节信息 可以在这里双击章节名重新命名 所有设置调整完之后 可以点击预设菜单右侧的保存新预设按钮 把更改后的参数另存为新的输出模板 如果你对以上设置输出的文件质量有疑问 可以在画面预览窗口中点击实时预览按钮 会快速生成转码后的画面预览 可以播放检查一下画面质量和声音 如果有问题再去调整参数 没问题的话点击开始按钮 正式导出媒体文件 也可以点击旁边的添加到堆列按钮 保存到计划堆列中 我们再重复之前的操作 拖入新的媒体文件 调整好输出设置 也把它添加到计划堆列中 等到不忙的时候 在点击堆列列表中的开始按钮 可以批量的转换媒体文件 比如下班前我们制作好批处理的转码堆列 选择堆列完成后 关闭电脑 然后下班走人 第二天我们再来收割转码之后的文件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